進出有據 無謂無據 我是李玉清 歡迎收看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ITR海豚 范正宏 那今天的大盤漲了一百多點 那指數來到了一萬四千七百多點 再次創了短線反彈新高 那不過呢 還是有一些徵照顯示 目前的盤式進行轉租 就是多工作加速的部分 把它點回來看一下 好那一樣 今天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先幫海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還沒加入海豚 這個生活圈的趕快加入 那想要跟海豚參與下一波 那一波大的 記得免費服務表單點進去 看你要參加哪一種學院都可以 那都可以收到海豚的分享資訊 那當然簡訊還是 最直接可以跟上海豚的單的啦 好 那昨天這個世界杯 最近每天都來聊聊世界杯 昨天德國對日本 晚上九點那一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這場真的是滿刺激的 也不能說刺激啊 上半場很無聊啊 為什麼 日本被德國壓著打 看那個什麼持球時間比 德國八成時間都在持球 日本都碰不到球啊 朋友還在開玩笑說 可給日本堆一顆球 他們都沒球踢啊 等到下半場他們前鋒換了一下 陣型改變一下 好像大空益上場的一樣 日本基本上就是 頻繁的去攻擊 真的是滿刺激的 然後進了兩球 逆轉勝 那當然啦 這個日本這一場 昨天我們還在看人家說 日本昨天贏了德國 德國坦克嘛 前世界冠軍 那感覺就像已經日本自己拆下來的世界冠軍一樣那麼爽 然後呢 接下來就要看什麼 日本接下來待會會進入八強 因為亞洲球隊歷史大概最強就是打到16強而已 那我們就看下去 那還有沙烏地阿拉伯嘛 也贏了阿根廷對不對 接連暴冷 所以大家在討論說 說接下來運彩啊 他要去買一下 那個賠率比較高的這個部分 就大家都來賭暴冷 不過基本上 我還是提醒大家 小賭移情就好 還是比較擅長股票領域我們這邊賺就好啦 這個就是留給 大家去參與感 玩的只是參與感 那今天晚上呢 就有這個烏拉圭 對 南韓 也是晚上9點 晚上9點 那這邊也討論也很有趣啦 就是說 現在看這個勝率 烏拉圭56% 那南韓贏面只有17% 這個是有點低啦 那當然說 亞洲球隊會不會再創一下 再抱一次冷呢 是不知道啦 那只是不知道你會不會希望南韓贏啦 因為 這個大家普遍好像都比較不喜歡南韓 那海淳是覺得 看球精不精采比較重要啦 誰贏我覺得都可以啦 因為我沒有 畢竟沒有特別支持哪個球隊 這次世界盃 那主要就是看Zero跟Messie而已啦 就只會看這兩個而已 因為海淳 雖然不算是一日球迷 不算一日球迷 但是其實對 足球隊有誰什麼哪些明星 也只是認得那幾個最有名的而已 好這個 鐵話聊完了 晚上 你希望韓國瑜嗎 希望 就下面留言告訴我 來 來 大魔忌震撼彈 這其實是昨天的新聞 那其實昨天也跟大家講解了嘛 重點就是什麼 發出砍丹令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台積電的產出年增82% 高於疫情前的 140% 就等於說 攻擊是持續增加了嘛對不對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中國這個5到6成的這個車市呢 銷售開始有一些甩特的狀態 放緩 放緩的狀態 所以開始砍丹槽呢 也很合理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科技新報 在昨天下午的新聞 其他也有提到 近年車用半導體營收年負的成長率 其實高達20% 但是呢 汽車產量只有10% 再講一次喔 車用半導體的年負的成長率 又高達20% 也就是說 車用半導體相關的產值呢 其實成長幅度是20% 而且是成長的速度是不差的 但是呢 這幾年啊 汽車產量成長只有10% 那就等於什麼 等於說 供給遠遠是大於需求的 按照這個比例來講 那所以呢 如果照趨勢來看 車用半導體供過於求 應該在2020年 2020年年底 2021年年初就該發生 如果大家 你是海豚的索碼學員 簡訊學員 還是週報學員都可以 你應該會有印象 海豚在2019年的時候週報 其實就有提到 車用零組件的 附輸 車試附輸的機會 那只是呢 剛好在2020年 就遇到什麼啊 遇到疫情啊 供貨不順啊 供應鏈中斷啊 導致車用晶片 短缺到現在 那所以這是蠻有趣的事情啊 其實當初 當初車用 本來要復甦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導致什麼 反而是二手車 這一塊就大幅的成長 因為新車也買不到嘛 大家就全部去搶二手車 二手車的車價甚至比新車還要高 所以也變成說 美國通膨的第一槍 就是由二手車開啟的 那當然說最近 美國二手車 這個CPI這個數據的年幀率 其實也大幅的下降 也代表說 一方面是新車的供應開始順暢了 第二方面 可能真的是 車的需求 也開始在下滑 所以這部分呢 對於車用 長期還是看漲 電動車也是長期看漲 但是呢 短線可能開始 有些逆風要出現 這個昨天有講到啦 海豚在週報裡面 其實在上週 甚至更早的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去做提醒了 再來就是 這邊有講到啦 因為畢竟車用晶片 大家會想說台積電嘛 台積電之前 讓了不少的產能 給車用的半導體部分 那不過呢 第三季財報顯示 車電的貢獻 五大系列平台 只有貢獻5% 還高於消費性電子的2% 那大部分都是高階的嘛 跟所謂的這個 進階的應算 那市場預期啦 即便了車用需求 空不應求 這個結束 也不會影響台積電太多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台積電的粉絲 台積電的信徒 看起來是 不用太擔心車用的 狀況去衝擊到台積電 不過呢 台積電有本身自己的問題嘛 什麼產能利用率下降 加動率下降 然後明年的整個半導體的產值 預估也是有出現下滑的狀態 還是年增 但是年增是下滑的 到各位數 這個大家就留意啦 第二個新聞呢 是這個 長榮的法術會 長榮看航空事況 課長獲銷 那課運的復甦呢 延續到明年下半年 看起來還不錯 看這個標題 那課長就是課運 課運要看上漲 但是呢 貨運要開始消退了 那簡單看一下內容 常常認為 航空事況 呈現所謂課漲破銷 隨著簡易儘管鬆綁 那入出境呢 入出境呢 這個 入出境中轉旅客 需求回溫 那課運的收入呢 至下半年開始 乘越 逐越跳躍成長 感覺課運成長得不錯嘛 對不對 預估2024年 這句話就很重要 預估2024年 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並開始恢復成長 現在是2022年年底 那要到2024年才會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之前說好的解封 解封的行情呢 那 我是覺得啦 其實海豚之前在週報或是公開分析都有提過 飛機啊 客運的復出 看壞解封後的復出嘛 為什麼看壞 因為海豚認為 復出第一個機票問題嘛 那第二個呢 就是 需求問題 市場狀況開始差了 大家願意出國的 這個欲望減少了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貨運的消退 那大家都知道嘛 這為什麼飛機的這個 那個貨運 之前漲價漲那麼多 因為航運嘛 海上的航運怎麼樣 塞港 缺貴 缺船 所以導致呢 很多的貨品 比較急的需求呢 就怎樣 改由空運去做運輸 那可是問題是 在這個狀況下 這個電單就消退了 再加上全球的電子零組件 整個需求 消費性電子也下滑 所以本來會走空運的這些電子零組件 或者電子消費性產品 也下滑了 所以 貨運的營收 貨運的所有勢必是 貨運 包含運價 勢必是大幅的下滑 那自然呢 客運的成長幅度 又要到2024年才恢復疫情前的水準 所以 一消一抵就 沒辦法補嘛 還是人家有說過嘛 貨運的衰退 客運是補不上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事情是逐漸在發生當中 這也是跟大家去做提醒過的 好 這邊也提到 好 全球景氣下行 經濟復甦緩緩 尤其中國動態清零持續 壓抑生產和需求增長 使得兩岸航線呢 淺檢不明 所以這個關於飛機的部分 大家就 嘖 多多留細了 雖然說還是偶爾會有一些什麼的利多新聞出來 但是大家還是要有 分辨這個趨勢的能力 如果不會分辨的話 那就訂海森的週報啦 加海森的索馬 當海森的簡訊會員也可以啦 好 那新聞解讀大家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通螺加速比例的表現狀況 好 今天的收盤之後呢 多多加速剩下52.85% 那昨天有提到 已經跌破了60% 所以短線呢 基本上該彈的都彈了 那剩下有些有延續性的繼續彈 那今天指數雖然上漲 指數雖然上漲 可是問題是 多多加速卻持續在減弱 那空多加速雖然說 相對來說是比輪少一點 那可能因為今天漲 所以有些個股有反彈 稍微短片修正有反彈 所以空多加速是減少的 但多多加速也在減少 所以就帶著 陷入整理的個股也變多了 長不動的變多了 跌不動的可能也變多了 但是鑑上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就是 指數上高 多多加速往下走 這鑑上是一個不健康的走向 鑑上要同時的走高 或是至少是說 維持在過熱區裡面 這個是 才是比較健康的現象 那長線的部分呢 長線多頭往上走 那這合理啦 那因為反彈式嘛 那空頭加速呢 基本上算是持平啊 那這部分也一樣 空頭式下面的長線黃金交叉 基本上代表是打底的機會 不代表強勢的翻多 這個再跟大家做個提醒 那再來我們看看指數的狀況啦 指數今天 收雷跟長紅K啊 收最高啊 收最高 尾盤呢 看一看是這個航運啦 航運啦 航運再去做拉台 然後飛機就還好 飛機就小拉一下 那再來是金融股啦 我記得金融股今天後來尾盤又拉起來 尾盤又拉一些起來 那電子是今天盤面不要搶 不過今天就不是台積電喔 台積電漲0.81% 這個貢獻的漲幅應該還好 不會到太大 這個我偷看一下好了 台積電貢獻的漲幅是多少呢 我們現在現場來看一下 那另外其實就還有鋼鐵啦 因為鋼鐵股的部分 早上看其實鋼鐵是 看那個產業海盾產業指標 這邊鋼鐵是有拉起來的 看有沒有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金屬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好沒關係 這個大概就是飛機電主要是 今天這個盤面拉台的主要角色 那台積電呢 今天佔了漲點 只佔了33點 只佔了33點 那基本上大部分是 大部分是這個 其他的全職啦 像是聯發科 台達電這一類去做帶動 那今天貨櫃運營表現不錯 基本上台積電不要漲 其他個股就比較會有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看今天強勢族群 今天輪動又再輪動啦 昨天的升級今天表現相對弱 不過呢 不過我們的1795美食 前面繼續漲停 大概也差不多來到目標了啦 那個週報學員 週報學員 你有看到海誠今天這個講話 應該也知道該怎麼做 其實週報裡面都有講得很清楚 這邊差不多 差不多是 可以做一些調整的啦 我就不明講了 然後生機醫療 雖然說 後來有漲起來 可是問題是 我看這個 看海誠追蹤的股票 好像可能都沒有漲到我追蹤的股票吧 該不是說換那些奇奇怪怪的小生機股在漲吧 還是就是 怎樣 就是那個 美食帶起來的 也有可能啦 我們看一下 這個 其他的生機醫療股好了 欸為什麼沒有 好 沒關係算了 沒有沒有就算了 好沒關係 我們大概就是看一下這些啦 好 那 再來就是 其他的強勢像IP IP這邊其實就創意持續的去走高 其實創意真的蠻屌的啦 就是反彈彈到創新高 這個是跌破技術面的眼鏡 那後果就是今天的也是反彈主角之一啦 終於輪到他們彈了 到底彈不彈得動 運價繼續跌 他們真的有機會翻多嗎 我是覺得沒機會啦 前面剛剛在講空運的時候也講過嘛對不對 好那 強勢族群帶就這些啦 那 手機的部分 這個生化家 這個我罵宏傑科全新喔 其實前年來海豚才講 這個手機 是海豚明年可能會關注這個 提前結束這個修正的 因為 手機的 換機槽 畢竟他不像電視 或是不像所謂notebook 時間那麼長 所以勢必他今年的大幅衰退 在之後一定會隱瞞一波成長機會啦 只是這個就還要看後續啦 因為我畢竟我說過 穩帽在大陸的健身對手 基本上也開始爬起來了 這個要看明年的後續的狀況 好那大盤的部分呢 其實技術面看法就一樣 那今天其實 量呢是2176億 是稍微大於 剛好等於啊 剛好等於月均量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 算是 也不算量增啦 因為沒有到增到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目前看法還是一樣 14278 這邊還是多頭的強勢關鍵 如果說今天量是來到2300 2400 那我就覺得說今天是新的關鍵K 可是問題是量不夠 所以今天不會是新的關鍵K 還是繼續看這個14278 那因為今天已經過了14700 所以十字線下禮拜二扣到這邊的時候 短線暫時還不會轉壓 十字線不會轉壓 但是這邊會震個幾天啦 大家留意下禮拜就不能掉下來 掉下來的話還是會有轉壓的疑慮 這大家小心一下 大概就簡單這樣吧 好那整體來說 今天電子揮別昨天的陰霾 就是快速輪動 昨天強金融弱電子 今天是強電子 金融是尾盤稍微拉起來 這邊來看就差不多啦 類骨輪動還是很快有在進行 那自己大家操作 還是一樣不建議追高啦 不建議追高 好那今天的分享 大概就到這邊了 祝大家操作順利 一樣要加入海盾的 記得趕快看 好拜拜 好